在上一节当中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Cox2D-iPhone这个游戏引擎 那么呢 它呢 具有很多优势 像免费开源啊 并且呢 用Cox2D开发的游戏非常的多 它有非常完善的文档和教程 以及非常良好的社区 那么呢 Cox2D呢 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啊 我们看到3.0的版本呢 已经快要出来了 那么呢 所以Cox2D这个引擎呢 一直是处在啊 非常优势的地位 那么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也介绍了Cox2D-X 我们也知道了 Cox2D-X呢 实际上相当于是C++版本的Cox2D引擎 我们大家可以把它们看成 是一个游戏引擎的一系列产品 一个是Object C版 一个C++版的 好 那么呢 我们呢 来仔细的再来比较这个 Cox2D-iPhone Cox2D-X 很多初学者呢 会问 那么我作为一个初学者 我最开始的时候 是该学习Cox2D-X呢 还是该学习Cox2D-iPhone呢 那么呢 我们先来仔细的比较一下这两个平台 首先呢 从知识的平台上来说呢 那么首饰设备当中呢 Cox2D-iPhone呢 是支持iOS啊 就是苹果的这些产品 那么Cox2D-X呢 它既支持苹果的产品 同时呢 它也支持安卓 Windows Phone 这些版本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Cox2D-iPhone 这个游戏引擎编写的游戏呢 你要移植到安卓上呢 你要啊 可以说是要费很大的精力 那么用 如果你当初用Cox2D-X写成的话 那么在移植安卓的时候呢 就相对方便很多 你可以用一套代码 就可以支持iOS安卓和Windows的手机 就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当然你要做一些适配的工作 那么呢 从语言上来说呢 Cox2D-iPhone 12BX语言 使用了苹果的 所最推荐的第一语言 那么Cox2D使用了C++ 那么呢 从体验上来说呢 Cox2D是在先的 它是在iPhone上最初的 有通用的这个游戏引擎 那么Cox2D-X呢 它是基于前者呢 开发的 相当于是一个C++的移植吧 那么呢 从易用性来说呢 Cox2D-iPhone呢 要更易用一些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要开发一个 iOS的游戏 那么呢 我用Cox2D-iPhone开发呢 非常的直接 那么因为 本身语言就是Object-C 我如果调用苹果的系统的API的时候呢 也都是Object-C 那么就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假设我用Cox2D-X来开发同一款游戏 在iOS上 那么 当我需要调用这个苹果的Object-C的API的时候呢 我就需要啊 把这个文件呢 做一些设置啊 比如说把它后缀改成.mm文件 这样呢 你告诉 编译器 那么当前这个文件是一个混合语言的 既有Object-C语言 也有C++语言的这么一个文件啊 让编译器呢 来进行特别的处理 那么呢 也就是说啊 如果你开它同一款iOS游戏 你 如果使用Cox2D-X呢 你可能会要麻烦一些啊 相对于使用Cox2D-iPhone 那么呢 Cox2D-X呢 相对从教材和文档来说呢 Cox2D-X也相对的少一些 那么呢 因为Cox2D-iPhone呢 它的时间长啊 它呢 它积累了很多的用户啊 很多的优秀质量的教程啊 以及它的社区呢 也非常的完善 它提供的文档也非常的完善 而相比较而已啊 大家可以去Cox2D-X上面看一下呢 就相对来说呢 要少一些 那么它给新手介绍 如何开始的时候呢 也相对的呢 不够那么完善 但是随着这个平台用的用户越来越多呢 这种情况也在改善 好 这就是啊 这些方面的比较 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到底该选择学习哪个 哪种语言版本的Cox2D更好呢 那么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则啊 如果呢 你要开发的这个产品啊 如果第一条 如果你要开发这个产品呢 只需要支持iOS 不需要支持其他的平台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你就选Cox2D-iPhone 因为这样呢 你是最方便的 第二条 如果你是初次啊 开发你的第一个习作啊 不是一个将来要拿去卖钱的项目 你只是练习的一个作品 那么呢 我建议用Cox2D-iPhone 为什么呢 因为呢 Cox2D-iPhone呢 相对的单一 简单 那么你呢 可以把你的主要经历啊 用在如何学习这个游戏引擎 那么呢 假设说呢 你在初次啊 开发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很多跨平台的东西啊 那么呢 可能会分散你的精力 所以呢 我建议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学习Cox2D这个平台 并且呢 你要开发自己的第一款习作啊 就用这个i-iPhone 那么呢 因为啊 这个-S-iPhone呢 说白了 实际上还是一个引擎 只是他用不同的语言实现的 所以呢 当你了解了一种的时候呢 再开发另外一种 再使用另外一种呢 非常的简单 那么只是语言上的不同 但是呢 你使用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像你啊 所使用的工具啊 可能不是 同一个品牌的 但是呢 他们锤子就是锤子啊 锯电锯就是锯 很多概念都是一样的啊 应该说绝大多数概念都是一样 你不必重新的学习啊 你可以很快的上手 另外一种 那么这是初次习作的情况 那么第三条 假设你要跨平台 假设你要支持安卓 比如说你这个项目一开始 就必须是知道啊 将来是肯定是iOS 安卓都有的 那么选COS2D-X 这样呢 比你用COS2D-iPhone 做好之后再移植安卓呢 要容易一些 好 这就是呢 选择啊 iPhone还是-X这些原则 那么有学生说 我要只支持安卓呢 我该用哪个平台呢 那就没得选择 因为iPhone是不支持安卓的 所以你只能选择COS2D-X 那么呢 在本课当中呢 本课程中 我们呢 使用的平台呢 是COS2D-iPhone 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呢 我们所说的COS2D呢 就是指的COS2D-iPhone 因为我们这个课是iOS游戏开发的 所以说我们呢 我们的这个重点在iOS上 所以我们选择 COS2D-iPhone 这个游戏引擎 并且呢 选用Object C 作为我们这个课程的授课语言 那么呢 学习 COS2D-iPhone的这些知识呢 如果你 将来用到COS2D呢 我们这些知识也是 完全可以映射过去 大家不要 觉得学这个是白学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的第四 第五阶段呢 讲的是跟iOS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呢 好多初学者 容易混淆的地方 就是说认为COS2D-iPhone之后呢 我根本就不需要啊 了解iOS 这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呢 COS2D-iPhone 还是COS2D-iPhone 它都是呢 提供游戏的这部分逻辑啊 你游戏本身的图形等等 这些内容 那么呢 你在一个平台上开发 那么你还要使用这个平台上的其他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 你要把数据存储在这个平台上啊 你要访问这个平台的付费下载的模块啊 你要使用这个平台的广告 那么这些独特的东西呢 是你啊 不可能回避的 如果你做一个商业游戏的话 那么呢 我们在第四第五阶段这些内容呢 都将会是啊 iOS这个平台上的相关的做法 相关的经验啊 相关的实战的一些技术 那么 即使啊 你使用的是COPUSRD-S 那你仍然需要调用iOS的啊 这些接口来啊 完成你的付费下载你的广告等等这些内容 所以说大家不要啊 进入这个误区 认为-X就自动解决了所有的平台的问题啊 不是这样 其实呢 它只是针对你游戏本身的啊 这部分 那么呢 你游戏需要用到操作系统的内容呢 都将是要有双份啊 比如说 我支持同时是iOS和安卓 那么我在啊 把这个数据啊 我用户的一个数据我要存储在手机上 那么 我呢 就要同时要关注我在iOS上怎么存 那么同时呢 又要关注在安卓上怎么存 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包括他们的 他们的市场啊 他们的一个是APSR 一个是Google Play啊 等等 这些呢 都在编程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 所以大家呢 不要进入这个误区 关于CoxRD-X的讨论呢 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CoxRD-iPhone啊 这个游戏引擎里面 都有哪些内容 首先呢 它提供了游戏的框架和流程的控制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CoxRD呢 它提供了模板 我们利用它的模板 就能创建一个最简单的Hello World的程序 那么在这个程序当中呢 它就为你创建了一个游戏的框架 那么呢 开发者所要做的就是往这个框架里面 添砖加网就是增加场景层精灵等等这些东西 增加你游戏独特的东西 那么CoxRD这个框架呢 自动的呢 它隐藏了这个比如图形 它隐藏了OpenGL的这些命令和接口 那么你只需要调用它的接口呢 就可以它来完成底层的OpenGL的工作 那么呢 让开发者呢 的精力呢 更加的集中在对游戏本身的逻辑的控制 对游戏本身的设计上 而不必关心这些底层的内容 除了游戏框架之外呢 CoxRD的还提供了流程的控制 那么呢 一个游戏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循环 它不断的在循环 那么在循环 每次循环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计算游戏当中的 根据游戏当中的规则呢 计算各个图形 然后它的该如何显示 那么呢 并且在这个循环当中呢 把内容画到屏幕上 那么呢 这就是游戏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那么你用CoxRD模板创建了程序之后呢 它就自动的为你建立了这么一个循环 那么你 它会每秒怎么画 怎么实现逻辑 你只需要按照它的 它的给你提供的接口 你来编写代码就可以了 它呢 来自动的控制 你这个循环 你每一帧 是怎么运行的 等等这些你都不需要关心了 你只需要在它指定的地方添加你的代码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说CoxRD给你提供了流程的控制 包括呢 如果你在游戏当中暂停恢复呢 相应的呢 CoxRD都提供了接口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学习当中呢 就会看到CoxRD呢提供给开发者一些图形的节点啊 就是场景层和精灵 那么还会实现啊动作动画 都可以非常方便啊 通过一句一行代码就能实现这些功能 这如果是早期的开发者 如果没有游戏引擎的话 你可能需要编写大量的代码来实现一些效果 那么在CoxRD当中呢 这些都会变得非常简单 它还会提供一些旧OpenJ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水波纹啊 像像那个红旗一样飘动的效果等等 这些呢 我们后面都会看到 CoxRD呢 提供一个粒子系统啊 粒子系统啊 开发过游戏的 人应该是了解这个系统的 它呢通过啊一些单独的独立的啊 一些小的图形啊 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 让他们运动啊 让他们显示各种不同的颜色变化 从而实现很多效果 比如像最常见的火焰燃烧的效果 迷雾的效果 等等这些效果呢 都可以用粒子系统来模拟 而且那粒子系统模拟的效果呢 有一个优势就是 它每次播放的实际上都是不同的啊 具有随机性 更加的自然真实 那么CoxRD也提供了相应的功能 并且呢 我们还会介绍 粒子编辑器啊 通过粒子编辑器呢 来编辑我们想要的粒子效果 加到游戏当中去 那么呢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物理 两个物理引擎啊 一个是 BoxRD BoxRD这个引擎呢 非常著名 因为 Angry Bird呢 就是基于这个物理引擎来开发的 那么还提供另外一款物理引擎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 啊 那么场景的切换呢 CoxRD也提供了一些切换的效果 啊 在下一节当中呢 我们就将会介绍CoxRD的Hello World的程序 那么 啊 我们还会呢 带领大家呢 运行CoxRD的历程 其中呢 就会涉及到场景接换的内容 啊 还有菜单啊 菜单和菜单像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啊 菜单呢 菜单像包括文字形式的菜单和图形形式的菜单 啊 等等这些呢 啊 如何制作呢 都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讲解 CoxRD会提供几种文字的 显示的方法 啊 另外还有音乐和音效啊 像我是做音乐游戏 所以对音乐和音效呢 特别的关注 那么CoxRD 啊 带有一个音乐引擎啊 内置了一个音乐引擎 叫CoccusDension 它呢 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呢 它可以实现啊 游戏当中的背景音乐 和音效的播放啊 同时呢 它能够啊 实现啊 多多多个音轨同时播放啊 可以控制啊 音乐和音效播放的音效 啊 播放的啊 声道等等 这些呢 都有相应的接口 那么 CoxDension呢 实际上内部呢 调用的是 OpenAL的接口来实现的 啊 这些功能也非常的好用 那么这些呢 就是一些啊 最常见的啊 CoxRD提供的内容 嗯 那么呢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啊 CoxRD使用的是BSD的license 就是说呢 啊 你可以任意的修改和使用CoxRD的代码啊 不需要公开你的原代码啊 基于CoxRD开发的工程呢 并不需要公开你的原代码啊 所以呢 这个也是啊 请大家放心使用 CoxRD的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啊 那么从下一讲开始呢 我们将会结束啊 枯燥的讲解 开始呢 啊 渗入原代码啊 啊 我们首先呢 会解析CoxRD Hello World的原代码啊 啊 给大家展示 它的游戏的框架和流程的控制 那么呢 紧接着呢 我们将会开始编写一个小游戏啊 通过编写小游戏的过程当中呢 了解CoxRD提供的这些内容 好 还有一点时间呢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段音乐 它来自于我用CoxRD开发的iOS音乐类游戏 人人都能弹吉他 我用CoxRD开发的時下 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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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